第478集 君母领在边上陪着,见着为老头这个样都气乐了 哼哼,我是魏然啊 你事后小爷这些年,也没见你如此伤过心啊 这怎么着啊? 王妃一入府,你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是尊王府的大管家了? 啊? 魏太监长叹一声,叹出浓浓的沧桑感来 老奴倒也想上心,可是殿下从来没有给过咱们上心的机会 从小的时候到如今长大,福利每次出了状况都是你最先发现 饭菜里每次有毒都是你提醒咱们 啊,还有那些入府行刺的刺客 你说你一箭划过去就能砍死个俩仨的 想说留个活口问问都来不及 老奴真想对您上心 但是殿下,您说这种情况,老奴怎么个上心法啊 哎呀,老奴劳了 真伺候不动小竹子了 不如就跟过来伺候王妃 王妃挺好的 君母领又笑了 魏然,你确定你要适合王妃吗? 你确定适合王妃挺好的? 魏太监不明就理,指指点头 当然,老奴确定 一个女娃子,就算坊间传闻再厉害,她终究也就是个女娃子 再强也强不过石殿下 伺候这样的主子,当奴才的才能有成就感 于是魏太监再次肯定自己的话 奴才就是觉得适合王妃更好 跟进来的洛修在边上可真是听不下去了 好心提醒魏太监 此刻殿下一剑能撂倒仨 可是咱们王妃挥手之间就能灭了全部啊 不管多少,三十五十都可以 公公真的确定事后这样的主子更有成就感 魏然懵了 多少,一挥手能灭了多少 洛修说 三五十个吧 我这个乖乖 不带开老奴这样玩笑的 你们这帮小娃子 好得不学 偏偏学着个打打杀杀 好好的女孩子 做甚搞得这么厉害呀 她一边说一边看向白赫然 还是不想放弃 王妃 您给老奴一句实话 王妃这府里头伺候的活啊 该怎么个干法啊 白赫然想了想告诉她 我也不需要额外关照 你们平时怎么对石殿下的 今后便怎么对我就好 她说着话还指了指抬她进来的软椅 我其实更喜欢自己走路 这样能够锻炼体魄 也更容易增强人的敏锐度 至于他们说的什么 一挥手能放到三五十个 公公快别听他们瞎扯 那绝对是没有的事 魏燃松了口气 老奴就说嘛 女孩子家家的 还是文静一些的好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老奴往后还是侍候王妃 老奴一定会好好保护王妃的 绝对不让您受到伤害 然而 白赫然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彻底将她这种积极性 给打击没了 她说 三五十个实在是太夸张了 但二三十个人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魏燃暴走 还让不让他们这群奴才活了 这主子就够厉害了 结果找个媳妇比她还厉害 这主子们都这么彪悍 做奴才的没有用武之地呀 再这样下去 她就得跟着那些毛头小子 一起去扫院子了 反正也没别的事 江月躺在床榻上 正在接受东公园的检查 就听外头叽叽喳喳 没完没了 那老魏头子居然在抱怨主子 不给自己表现的机会 这可把她给气得够呛 我说老魏头啊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长这么大 还头一回听说 还有人嫌活少的 你要真怕嫌得长毛啊 你跟我换换 你回宫 事后皇上去 我倒是尊王府来当管事 你看如何 魏然门哼一声 不如何 我是想留在宫里 当初石殿下分宅立府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着出来 行了江月 你也别在这卖乖了 谁不知道你呀 名为大内太监总管 实则你这个总管 当得比我还轻松自在呢 去年我可看见你跟皇上 做一桌吃饭了 你说太监要都跟你这样 那宫里岂不是乱了套了 这无规矩不成方圆 你这个身份 可得给天下太监做个表率 不能把这股子歪风邪气 给发扬光大了 江月听得脑袋都疼 他可真是佩服他师哥 就这么个画牢 他是怎么容忍其在尊王府 待了这么多年的 就这一天到晚说话 跟念经似的序道 可谁谁也受不了啊 白赫然也觉得 这位尊王府的总管 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还以为堂堂尊王府 用的总管 怎么也得高大上一些 性格高傲一些 毕竟在相门前三品官嘛 结果没成想 居然是这样的 他还真是惊讶 看来今后有必要 对这座尊王府 好好了解一番 某人知他心思 赶紧凑过来道 用不着等今后 今天就行 等一会儿金针试完 我带你 在咱们家好好转转 这每一个房间 是做什么用的 我都给你讲讲 你是这儿的女主人 应该比对自己的家 要更了解才行 他邪了他一眼 未来女主人 她不在意这个 反正咱们呢 是一定要在一起的 管他未来 还是现在呢 你只要记得 村王府是你的 就行 魏然在边上帮腔 没错 王妃 奴才 这就去把所有的钥匙 包括这库房钥匙 都给您准备一把 您往后一定要 常来常往 如果石殿下钥匙 惹您不高兴了 您就 可劲儿花他的银子 奴才 悄悄告诉您 他这库房里边 可多钱了 奴才这些年 就烦一件事 那就是什么时候 能有个女人 替殿下 把这些金银 都给花完了 江月又插嘴道 这个是实话 从前 尊王府的王妃 几乎已经快要成为 东秦一件 老大男的事情 从上到下 给石皇子 介绍的好姑娘 可不少 那时遍布天南海北 天涯海角 可他谁都看不上 急得皇上 哎呀 是多少青丝变白发 都是跟他操心操的 就这老魏 还曾经用上吊自杀的方式 向殿下来逼婚 可惜哦 殿下递了他一根面条 最终呢 他也没调成 说完一回头 魏燃已经不在屋里了 再过了一会儿 魏燃又回来了 手里抓了两大把钥匙 王妃 给 全府库房的钥匙 都在这儿呢 白赫然觉得 尊王府的人忒实在 都不怕我是个骗子 这么快就把库房钥匙 都上交了 万一我俩最后不成 这些年的库房 我岂不是白管了 库房里的银子 我岂不是也白花了 君木林都没来得及说话 魏太监又把话接了过去 王妃 要是您库房也管了 这银子也花了 最后还没能当成 咱们的尊王妃 嘿 那就只能怪殿下他活该 连个媳妇都留不住 说出去 前迟让人笑话 君木林点点头 嗯 所以要冉冉 为了不让我被人笑话 你可千万不能中途跑路 他抽了抽嘴角 一把抓过魏人手里的 两大串钥匙 虎且看你表现吧 话是这么说 可当君木林看到他 接过那两串钥匙时 眼里的笑意是藏都藏不住的 小鸭 接了本王库房的钥匙 那这辈子就都是本王的人了 你还想跑了 天涯海角也得再把你追回来 白赫然自是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这种极品男人可是天下难寻 别看他死鸭子嘴硬 总说他这不好那不好 可实际上 这么好看又听话的男人 还真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他也怕被人给拐跑了 且先把他的家给控制起来 把他库房的银子先花着 一直花到他心疼 最后不得不取他为止 至于这期间男人会不会被拐跑 大不了来一个毒死一个 他杀起小三来 手脚还是挺利索的 也不带一丁点犹豫的 瞅着小姑娘那个得意劲 眼珠子转来转去的 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君木林就觉得十分有趣 如果日子就这么一直过下去 其实也不错的 今后成了家 没事逗逗小媳妇玩 这才叫人生 从前他没遇着这姑娘 不知道什么才是人生 而现在除了这个小姑娘 他也不愿意在别人身上 懂得什么叫人生 可能这就是一物降一物 他想 这辈子就被这丫头降着吧 反正人家确实也挺厉害的 一把毒使过来 他还真招架不住 魏然乐得满脸都开了花 他们也是有女主子的人了 这真是得感谢老天爷 也真是没白等这么多年 老天爷原来是要把最好的 留给他们殿下呢 闹哄了一阵子 魏然最后是被江月给赶出去的 他是来治病的 这老太监跟着倒什么乱 白赫然也收回心思 将钥匙交给迎春收着 然后打开自己的药箱 将金针西数拿了出来 君木林喝退了屋里所有下人 连东公园带来的药桶都打发了 只留了迎春在边上 给东公园打下手 而白赫然这头 则是他亲自上手帮忙 迎春拽了一扇屏风 挡在江月床榻前 屏风临挡起之前 江月最后一眼看向白赫然这头 正看到他一针刺破自己的指尖 一滴一滴地往一只小碟子里放血 文国功夫 风华院 丫鬟青草将今日份的药膏 小心翼翼地涂在白花盐的脸上 那种清凉的感觉很舒服 白花盐恨不能把剩下的全都用掉 可惜不行 这里头还有几日的粉 要是一下子都用了 他的脸就好不了了 他恨得咬牙切齿 咒骂的话几乎是从牙齿缝里蹦出来的 他说 白赫然 早晚有一天我要压过你的风头 早晚有一天 我要你扶在我的脚下 莫要太得意 鲜胖的可不算胖 青草间他情绪激动 赶紧小声劝慰道 胡小姐快别动了 伤口好不容易结痂 万一再扯开可就不好了 咱们再忍两天 再忍两天就全好了 白花盐气得直喘粗气 忍忍忍 都要我忍 我得忍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气氛之鱼又想起小叶时说的话 便更来气 如今连我亲娘都开始厌烦我了 居然要我搬到福西院去住 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亲生的 还是说 他有了儿子 就不想再要我这个女儿了 青草赶紧劝慰 小姐可千万别这样想 儿子是儿子 女儿是女儿 当母亲的都会一碗水端平的 您想想过去的二夫人 不也是对大小姐和大少爷一样的照顾吗 也没偏了像了谁 所以小姐 您千万别往内上的去想 三夫人肯定是记挂着您的 白花眼都听笑了 他记挂我 别闹了 他从始至终记挂的就只有他那主母的地位 如今又多了一个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 何时记挂过我 那孩子还没出生呢 他就想着要我今后为那孩子铺路 还要我去巴结二皇子那个瘸子 我可不乐意 青草没话说了 主子思量的这些事他不是不知道 可是能怎么办呢 别说是五小姐 就是从前的大小姐 不也一样要走上这条路的吗 凭大小姐的姿色都逃不过嫁给二皇子的下场 五小姐有什么可委屈的 可是这话他只敢付匪 可不敢说出来 只能继续给白花眼擦药 就盼着这药赶紧擦碗 他如今是越来越不敢伺候五小姐了 主子太过喜怒无常 挨打挨饿都是家常便饭 近日五小姐也不跟谁学的 居然开始用针扎人了 他手臂上背上都是被针扎过的痕迹 一碰就疼 大家好 在下讲故事的鸣铃 也是书中的白赫然 播书时间尚短 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交流 爱你们呢 感谢观看